原标题 唐朝社会风气空前开放 从这个角度看 也就不足为其了众所周知 唐朝无疑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 太宗李世民的真冠之志 武则天的正习开源 智洪真冠 以及唐玄宗李隆基的开源盛世 这三个时期的鼎盛繁荣 共长达110年之久 当时可谓是四一宾服万邦来朝 国立之胜可见一斑 唐朝社会风气空前开放 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足为其了 唐朝的强大 离不开国家的开放政策 但是大家知道唐朝的女性 在当时到底有多开放呢 唐代是中国古代纪业的繁荣期 功绩盛行不衰 地方官绩崛起 家绩普及 世纪发达 朝野上下侠迹淫乐之风盛行 有游自声歌彻小文一说 一 社会淫乐成风在唐代 朝廷正式形成教方纪制度 以皇帝为首 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 但是到了唐玄宗时 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之数 玄宗时长安内外 共容纳在次 教方纪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 其中以春院的宫纪级级别最高 因为他们常为皇帝表演 被称作内人 上粮浮正下粮歪 在礼堂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 社会上淫逸成风 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 雁宾典礼 还是官员们聚会吟师 游山满水 都少不了以纪论助兴 于是官纪迅速崛起 官僚贵族们普遍续养佳纪 白居一黄金不惜买额眉 剪得如花三四只之十句 便是对唐代这一师封之真实写照 而且白居一自己也身体力行 晚年在家中养几过百 二 性自由空前开放 昌家月水边 姚挺而入江烟 寄觅同心旅 父彩同心怜 这首诗歌写出了唐朝女性自由的爱情生活 唐朝对女子婚前真操并不十分计较 失身而又另嫁也是为常事 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较为普遍 如当时的才女朝采与林生文貌时常以师通情 并成姬欢可 朝母得之后并不过分谴责 而是探阅 台 子家人自应有此 于是 为他们完婚 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 驻台州女子萧雷湘 与近世王玄艳相恋 私奔狼牙 住在旅社中 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 反而当作风流运势 为阳大商人之期 孟氏在家中淫世 依少年入门而言 浮生如迹 年少几何 岂如偷鲜客之欢 于是 孟氏就和他思合 常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嫂 见乙锦衣军官十分英武 便说 我若得此夫 死亦无恨 军官说 赞未夫客户 赵氏说 赞未夫一怀君恩 于是 二人在林中欢和而别 唐代的传奇小说中 有不少是解男女追求爱情 自由结合的故事 令人发笑的是 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也加以改编 说织女丢下牛郎 便夜夜到人间和情人优惠 情人问他怎么忍心丢下牛郎独自下凡 织女却说 关他何事 何况和汉相隔 他也不会知道 这个故事虽然纯属虚构 但却反映出 当时 唐人的性开放观念 三 女性不中三从四的唐代 是一个负得严重失贩的朝代 女性亦可不中真结 不守真操 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 女子离婚或丧夫或再嫁 是唐代的普遍风气 不受社会舆论谴责 据新唐书 公主专载 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 既有高度女四 太宗女六 中宗女二 瑞宗女二 元宗女八 宿宗女一 其中 三次嫁人的有四人 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不以为怪 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 官僚贵族的女儿改嫁的也很多 庶民的妻子 夫死后亦可改嫁 门帝显赫的侍唤之家 也不忌讳娶再嫁之女 宰相宋之子娶了寡妇虚侍 言挺之的妻子离婚后 嫁给刺室王言 后来王犯罪 言还救了他 为己之妻李氏夫死以后 主动投奔王进 王那为妻事 就是一代大如寒玉 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 离婚后又嫁樊仲义 可见 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唐朝之所以性观念开放 其实是与李氏王朝出于观众一代 身上有着少数民族鲜卑血统分不开 所以 在男女关系上不如中原的一些世家大族那么严格 可想而知 当时的社会风气空前开放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